明豪老師我想請教一下 其實很多人坊間來講 其實很多長輩講說 你要多吃點蒜頭 就像您所說的 蒜頭會殺菌 還有說吃蒜頭 可以不用感冒 可以不會感冒 這是真的嗎 其實的確 因為其實蒜頭 就像剛剛佩琪講的 今年真的是價格比較便宜 所以真的大家要多支持 我們台灣本土的農產品 對 而至於說蒜頭 其實它的功能 不要看小小一顆 而且我們用量 其實不大一點點 但是它可以發揮很多功能 包括剛剛提到的 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季節交替 雖然夏天 但是大家都待在冷氣房 所以其實反而很容易有感冒 所以其實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甚至有降低血壓 降低膽固醇 甚至改善血糖 還有促進我們血液循環 像有些人 女生體質比較寒 比較冷 手腳容易冰冷 或者她待一整天冷氣房的時候 其實循環都不好 其實你都可以在料理裡面 加一點蒜頭 來提升我們的一個抵抗力 而且像以前 我如果感冒的時候 我姑姑她也都會煮 整鍋的蒜頭湯給我喝 蒜頭魚肉湯 然後其實我不太愛吃那種 煮很熟很熟的魚肉 很爛熟爛的那種 對 就是你知道 魚肉如果煮太熟它會很柴 然後我姑姑就很愛煮得很柴 所以我都只喝湯 可是我發現光喝那個湯 我隔天感冒就會好很多 很疲倫 有什麼 完全沒有 我看